打的过程呢 安迪有一个飞脚 从空中啪一下 我不瞒你 那个镜头 我听见自己的颈椎的骨头 我的晕大概超过一分钟 我的头都晕了 在香港的武打影圈里 真正有实力的武打明星寥寥无几 然而有这么一个人 他一出道就顶替了武打巨星李连杰 甚至在拍摄片场与无精对战时 仅用两秒就将他撂倒了 他就是安智杰 安智杰1977年5月11日出生于美国 是中国香港优秀的动作影星 流行乐歌手、模特 大学时 就因为他敏捷的身手及结实的肌肉 成为了其大学里的美式橄榄球球星 但好景不长 2000年初 因为家里无法负担他的学费问题 或使他辍学了 之后他在美国罗德岛的酒吧任职调酒师 但从小沉迷于武打电影的他 并不喜欢调酒师的工作 跟朋友谈心后 朋友建议他从事演员行业 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先天条件 最终他听取了朋友的建议 只身一人前往台湾寻求发展 世间的相遇都是命运的安排 2002年 知名武侠片导演徐克再次指导电影《黑侠20》 由于李连杰的荡期问题 此时还是无名小卒的安智杰直接被徐克相中了 然后安智杰就跟中国新公司签下10年合约 取代李连杰成为了科幻动作电影《黑侠2》中的男主角 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安智杰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能把眼前出现机会抓住的人 十有八九都会成功 由于《黑侠2》中角色的需要 安智杰必须到少林寺接受一个月的武术特训排练内容 从早上特训到晚上 他没有抱怨过一句辛苦 之后徐克对他初次亮相大荧幕的表现赞不绝口 甚至可以说他是天生的武打巨星 但成功没有偶然 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热爱 即使只是一个小配角 安智杰依然稳扎稳打 用一点一滴的努力让自己被大家记住 他拍戏总是坚持自己亲自上阵 从始至终都拒绝使用替身 当五星免不了受伤 高强度的接戏拍戏过程也让他伤痕累累 后来在与偶像成龙大哥拍 《新警察故事》的武打戏时 即使小腿直抽筋他也闭口不言 直到把戏拍好 在拍摄《三国志之剑龙蟹甲》时 因为吊威亚躲闪不及 不小心被木质大刀当面批中 安智杰前前后后做了七次手术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看得出他脸上的疤痕 但他也没说什么 在功夫联盟的拍摄现场 即使每天都顶着三四十度的烈日 他也咬牙坚持 甚至因为一次小事故 导致右脚跟金剑撕裂 但他只是休养了一段时间 带伤拍摄是家常便饭 索性付出的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 2004年 他与自己从小最崇拜的 成龙大哥拍摄电影《新警察故事》时 得到了成龙大哥的高度评价 他称赞安智杰的动作专业 几场打戏都拍摄得非常顺利 也很过瘾 同年 安智杰凭借动作电影《少年阿虎》 过得第二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2014年 他又凭借《救火英雄》这部影片中的叶智辉一角 过得了第十二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 在影片恶战中 他与最好的兄弟吴允龙在戏中成为对手 因为此前在电影《黑拳》片长两秒撂倒无惊 安智杰便悄悄告诉记者 称自己在拍大戏时 最怕的就是不小心伤人 在《恶战》里 他饰演的角色是皮帅 风流又不失霸气的龙七爷 安智杰调侃这对自己来说挑战很大 但他霸道的长相 还有那场对在场所有人的喊话 只允许自己为喜欢的女人点烟的戏 直接把龙七爷的狠力劲拿捏到位 在与日本人对话时 那句那不是战争 那是侵略 夏合紧咬眉头一皱 霸气十足 白意正义血 东流涕躺的上海贪霸主演活了 正是因为安智杰不怕吃苦 实打实地磨练自己的真功夫 所以拍摄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真实 安智杰这种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实力的做法 放眼现在的娱乐圈 几乎很少有人能做到 而号称武术指导第一人的巴野袁和平 对安智杰更是赏识有加 夸他不仅打得出色 外形条件也是好的不得了 自己非常看好他 因为自己的努力 安智杰可以说喜悦不断 然而在感情方面 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早年还不是武打明星的时候 是一名模特和流行乐歌手 会时常参与MV的拍摄 他与第一任女友Coco李文的认识 就是因为拍摄MV 两人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李文早在1993年 就获得了香港TVB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亚军 在香港正式出道 1994年推出自己的首张音乐专辑 爱就要趁现在 被大众熟知 而此时的安智杰还只是一个刚刚冒出头的穷小子 这种女强男弱的爱情 总是会惹来很多吃瓜群众的争议 大家纷纷猜测 安智杰一定是贪图李文的名气和钱 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 为了不让大家非议自己的恋情 安智杰就更加努力 但两人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 因为事业已经如日中天的李文 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陪伴安智杰 导致他一方面背负众人的舆论压力 一方面也因为女强男弱 导致了患得患失的心理 最终两人选择了结束这段感情 不怕坏人坏就怕坏人帅 这是大家对安智杰的认可 确实 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安智杰 不但通过演技和武术功底征服了大家 更是征服了谢霆锋的妹妹的心 谢霆锋的妹妹谢霆婷音系结缘 成为了安智杰的头号小迷妹 2008年 安智杰与谢霆锋的妹妹交往了 两人不仅在网上公开承认对方 还互相见过家长 大家都知道谢霆锋的妹妹 换男友的速度很快 但他与安智杰却交往了四年之久 就在大家都以为安智杰 即将成为谢霆锋的妹夫时 两人的恋情却在2013年无疾而终了 真正的缘分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经历了两段没有结果的恋爱之后 2014年 安智杰与杰西卡C 因拍摄电影《诗诚》而相恋 他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正缘 在被问到追求女方的经过时 安智杰笑称 都是吃饭看戏 美国人好容易的 至于杰西卡C究竟好不好追 他表示很难 从安智杰的回答中不难看出 他的新恋情很甜蜜 而后在2017年10月15日 两人在夏威夷举行婚礼 并生下了一个可爱女儿 结婚后不久又生了个小男孩 安智杰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幸福婚姻生活 都说女人最爱的是彭于燕 男人最爱的是安智杰 随着苏启尔 韩战 恶战等影片的上映 安智杰给荧幕前的观众 贡献了很多经典反派形象 他饰演的反派角色 带着江湖气概 霸气外露 最重要的是各个角色都实力非凡 在特殊身份中 他扮演的黑老大气场全开 就算坐在最角落的位置 依然不容忽视 当他嘴角微微上扬 不在意地用挑衅的眼神 看着郑恼羞成怒 殴打自己小弟的人时 我们都要为那些小喽喽捏一把汗 在电影《恶战》中 安智杰饰演黑社会头目龙漆 他眉宇间义正义邪的气质 完美地诠释出了那份江湖豪气 打斗时气势也十分刚猛 是当之无愧的荧幕硬汉 在前两年安智杰还评价 与成龙 甄子丹 赵文卓合作的感受 说跟成龙打的时候很轻 看着打得很厉害 可是碰到的时候 根本不痛不痒 成龙大哥他是 我跟他打的时候很轻 他看起来打得很厉害 根本不痛不痒不痒的那种 与甄子丹对打最过瘾 回家之后这边会轻那边会肿 我跟丹丹打会比较过瘾 会撞到会打到 回家这边会轻这边会肿 还说跟那么多武打明星合作 与赵文卓对打则最舒服 也交了很多东西给他 我觉得我说的是最深 跟他打最舒服 而且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安智杰的这段话可以看出 他最愿意合作的动作明星是成龙 因为不会受伤 最不想合作的应该是甄子丹 因为他是真打 丝毫不能松懈 纵观安智杰的演艺生涯 虽然现在他依然在荧幕上 担任着反派打手的角色 但却一直不温不火 其实还是差点火候 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安智杰能多遇贵人 一步步拓宽自己的戏路 再次凭借精湛的演技一鸣惊人 让自己的演艺事业更进一步 真正的大红大紫起来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下方进行点оном 感谢观看